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极简石区生 我是Dan 在今天的节目上面呢,我想跟各位分享两个问题 是蛮多人经常会私讯我,问我的问题 那想接着今天的节目呢,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那究竟是哪两个问题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要如何让家人跟我们一起断舍离 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要怎么样跟一些比较没有那么极简的人 一起共识,又或者是说跟比较没有那么极简的家人 同处在一个屋檐之下呢? 那这两个问题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去刻意的批判 或者是刻意的去嫌弃这一些家人 又或者是说我们的朋友不那么极简 其实只是说他们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太一样 比较极简的练习之后呢 我们可能会开始有断舍离的这个行为,有这个循环 可能不会是一直买东西,需要才买 那可能另外的朋友呢,或者是家人呢 他们可能比较属于,可能没有那么的有意识 而经常买东西,囤积在家里头 但是呢,这是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活习惯 对吧?那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引导他们 或者是说跟他们分享断舍离极简的好处 那要怎么样跟他们一起相处共事呢? 今天的节目上面跟各位分享六个 我帮大家整理出来我自己的观点 首先第一个部分呢 我觉得要跟每一个有在练习极简生活的大家沟通的就是 我们必须要尊重每一个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回想到过去我还没有开始极简的时候呢 我也是一个无敌爆炸乱的人 就整个房间是堆满了杂物哦 地板上水泄不通 我的家人老实说他们会定期的跑来提醒我 记得要整理一下你的房间 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但是我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活了二三十年 我并没有觉得哪里不OK啊 我觉得我跟这样子的环境和平相处哦 所以我就会不希望说别人来干涉我的生活 就算哦就算我们现在回想起来 经常我会在杂物堆里面找东西找很久 然后产生很多的不方便 但是在那个当下我并没有想要断舍离 而且别人怎么说我也是听听而已哦 同理现在的我至于我家人的状况 我当然是比他们还要断舍离 OK就是物品变很少了 然后不太常买东西 也不会有那种囤雾的那种强迫症 OK 但是呢我也会因为过去的我自己 不想要被他们干涉 所以现在呢我就觉得 你们会有你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们的价值观我也有 只要彼此之间不互相影响 又或者是在公共的区域 比方说客厅的沙发啦 比方说冰箱啦 里面不要堆满杂物 影响到我们正常 或者是我个人在使用这些公共区域的一些权益的话 那我觉得 It's OK Fine 所以我觉得尊重别人是非常重要的哦 所以我不会去像一个无敌超级业务员一样 强迫式的去推销 或是灌输你说 极简生活就一定是最好 不一定 就是看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也许他现在这个阶段不那么认为 也许下一个阶段他又改变了 毕竟我也是这样子改变过来的嘛 接下来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要去厘清一件事情 究竟是东西多还是环境乱 如果是东西多的话 那么断舌离可能是一个采取的策略 是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呢 只是环境乱 那或许我们只要做到分类啦 或者是收纳啦 这样就OK了哦 老师跟各位说啦 我断舌离两年半了哦 并不是每一天无时无刻呢 这房间呢 都保持得干干净净的 其实并没有 偶尔他也会有一点凌乱的状态哦 而那个凌乱的状态呢 是出自于我工作平常非常的繁忙 有的时候回到家了 吃了个晚饭 累了就很想要休息 就很想要耍废 根本就不想要整理哦 所以有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 会因为有的时候拿一本书出来读 也没有那么的及时顺手的 就把它放回原处 那就会有可能堆了 一点点杂物在我的桌面啊 或者是在我的其他的台面上面 我觉得这个应该无伤大雅啦 但是因为我空间的东西 本质上已经是比较少了 所以老实说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 稍微做一次整理 它就马上可以恢复到干净的状态哦 所以如果东西是乱 而不是多的话 我觉得那还OK 我们就是找个时间 好好整理就好 但是如果是多 那或许我们就可以有 断舍离这样的方法 来做一个选择 好 接下来第三点 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是以身作则 我们得从我们自己的空间着手 而不是一天到晚去跟别人 说服说要从事极简啊 要断舍离 有什么好处 但是其实自己的空间 也没有说干净到非常的极致哦 嗯 我个人觉得啦 我们先从自己的空间做起 让我们自己的空间 看起来是比较干净俐落之后呢 也许跟你相处在一起的 不管是室友 或者是你的家人 看到你的空间变干净之后 那你享受的这个空间 可能在你的空间里面 你会泡一杯咖啡 然后呢 阅读一本书 好像在咖啡厅一样 享受人生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说 哇 你的生活 怎么可以过得这么的爽 那他们可能就会 诶 起心动念 觉得好像我也可以开始 来着手改变自己的生活 然后进而的呢 想要去体验一下你的风格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分享 会比起用强迫式的推销 好非常多 而且这种效果反而呢 是比较有效的 接下来第四个部分 就是要划分这个所谓空间的责任区 也就是说哪些地方有你可以管 哪些地方你是不能管的 OK 通常来讲 我们都会有自己可以控管的地方 比方说你的桌面 你的床 那你的房间也是 但是有一些地方 如果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住一起 他的床 他的桌面 他的位置是你完全不能动的 另外一块是公共的区域 比方说像客厅 或者是冰箱这些共同使用的地方 我们也尽量不要去干涉 但是这些共同的使用区域呢 我们是可以良善的 我们可以有礼貌的去沟通说 OK 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这样的空间 尽量不要让这些共有的空间 去影响到每一个人各自的生活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当有一个人已经把杂志 把看过的报纸 书全部堆满了沙发 把衣服堆满了沙发 那导致我们不能坐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就必须要 稍微去提醒一下 就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 采取一些方法来沟通 但是如果没有 可能他只是 坐在上面看一本书 偶尔放一下 那过不久可能他又带走了 我觉得这就OK 又或者是冰箱里面 如果你自己本身 其实也堆满了很多 吃了没有吃完的东西 那你又怎么能够去 干涉你的妈妈 干涉你的亲朋好友 东西摆在冰箱里面放 所以我觉得 其实要从自己自身做起 然后自己的区域变干净了 就跟上一点一样 当你自己把自己 能够控管的区域变干净了 以身作则了 我相信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 或多或少 他就会被潜移默化 好 接下来第五点 就是我们可以借由一些机会 来妥善的沟通 循循善诱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方说如果我的家人 在找东西的时候 可能花了好久的时间 花了一个小时 花了两个小时 找一样东西 那我可能就会在他 找东西的过程中 告诉他说 其实今天如果是你的休假日 那你却花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在找东西 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划算 对不对 它很浪费我们的宝贵的时间 同时你在找东西的时候 你不可能开心吧 你找东西的时候 一定是有点焦急 因为东西找不到 又很急着要它的话 就会很焦虑 所以心情也不好 浪费了时间 又浪费了你的心情 极度的不划算 所以我会用这种方式 妥善的跟那个人沟通 接下来最后一点 就是很多人会问说 我们能不能够动手 帮他们整理 我个人的答案是 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动手去帮他们整理 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 分享几个角度 第一个部分就是 它会变成是一种恶性循环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这种极简的概念 没有整理的概念 没有要让东西断捨立的概念 所以当你开始左手帮它整理的时候 它就只是短期的变干净 但是它还是持续的购买 持续的囤雾 隔壁的这个超市 卫生纸大特价的时候 它就搬一捆回来 然后衣服可能大特价的时候 它就是又买了两三件回来 只进不出 永远东西只会越来越多 不会有变少的机会 因为它没有打从它自己的内在 或它的生活习惯 彻头彻尾去改变 所以你帮它整理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二件事情是 当你帮它丢东西的时候 那么你就必须要承担部分的责任 当这个东西它找不到的时候 或者是它需要的时候 你把它丢掉了 那它可能会回来责怪你说 你凭什么丢我的东西 这东西很重要 你为什么当时要丢掉它 各种 那就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纷争 或者是麻烦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不太适合动手帮别人整理 与其如此 我们就是尊重它 用它的生活方式去过 只要回到刚刚我们讨论的 没有去干涉到彼此的生活 不会去影响到彼此的生活 什么意思呢 举例来说像我空间就蛮干净蛮极简的 那如果我的家人看到这样 他就说不好意思哦 我们那个卫生纸大特价囤了几包 可不可以借放在你的房间里面呢 或者是说最近衣服好像还蛮不错的 蛮便宜 可是我的衣橱放不进去了 可我可以掉两件在你的衣柜里面 基本上我会跟他说去死 或者是有跟他说 OK啊来吧一天一百块 就是这个样子哦 就是他不应该去干涉到 另外一个人的生活 只要他没有去影响到 又或者是他没有 占满了整个公共空间 那或许我觉得 每个人用每个人自己生活的方式 那就不需要互相的去干涉了 好的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最主要就是想跟各位分享 很多人问我的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看法跟心得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呢 还是互相的尊重 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然后大家有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的成长背景 那每一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 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也许你现在很极简 会不会两三年后你又不极简了呢 那也不一定哦 所以我觉得尊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既然是自己的家人 又或者是你的好朋友 我觉得理性的沟通 有礼貌的沟通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哦 彼此之间互相的包容 相处起来很愉快 我觉得比起任何的事情 还要来的重要 希望你会喜欢我今天 为你准备的节目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记得帮我按一个赞 也欢迎您订阅 支持我的频道咯 我是Dan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